与为自己的资金 特区政府发表《创科发展蓝图》 提出十年大计 众所周知 创科发展有四大要素 就是政策、人才、资金和资讯 没有政策 很难有人才 但资金短缺 亦是漫漫不能 香港創科發展起步相對較遲 短時間可不可以急起直追呢 各位觀眾 歡迎收看時事大報解 政府發表這個創科的藍圖十年計劃 這個題目我們不只一次討論過 不過今天我們請一位重頭的嘉賓 跟我們聊聊 他怎樣看藍圖和有沒有信心 可以達成這個KPI呢 今天我們嘉賓 香港科學院盧毓明院長 盧毓明院長 你好 主持人 少許廣告時間 跟我們介紹一下 科學院是怎樣的角色 怎樣的地位 香港科學院就是代表 香港科學界的一個機構 我們選一些院士出來 就是他那個領域裏面最頂尖的人物 就每兩年就選最多五個 所以你可以想像 選到的人都是很有代表性的 是 這個是很… 這幾年發生的事 不是很長的歷史 沒錯 我們是2015年開始的 所以未到十年的時間 好 我們說過時間 完畢就說回我們這個話題 政府提出這個創科發展藍圖 大概給我看到 就是覺得是在說十年 要達到怎樣的指標 他說GDP要達到多少個百分比 要多少的企業要出來 那這些是… 就是我用KPI 就是一個很長的… 好像擺放了要做到這些 但是具體來做的時候 人家說不外四件事 就是要資金、人才、政策和資訊 有很多東西我們都不需要擔心 大家在說人才問題 科學院正正就是人才聚集的地方 這件事是否有政策 才可以出到人才 或者招攬到人才 還是不是 人才本身已經在了 其實香港已經有一定的科研的人才 因為香港的大學裡面 有五間是全世界頭100名在這裡 我們也是… 譬如是由那個研究資助局 RGC 其實自1992年開始 已經是在資助香港的研究 所以其實也是有一段歷史的 即是黃玉珊先生在做主席的那個… 沒錯 現任主席 當然在資助方面 除了RGC內還有創新科學基金 還有其他一些 甚至一些私人的… 譬如是求差 Culture Foundation的資金 其實我們是有個底 是 但只是以前香港做科研的人 譬如是大學教授 經常打算出文章 出論文 對 出文章之後就結束了 又去做另一件事 他沒有想過其實出論文之後 你跟社會有沒有迴響 中間還有一個隙間 沒錯 現在我們就要結束那個隙間 這正是我本來想問的問題給你說了 就是任何大學的朋友來 我都問這個問題 即是從產出論文 到跟產業掛勾中間要做些甚麼 剛才你說要結束隙間的問題 沒錯 其中有一件事就是心態問題 就是以前大學教授就覺得 我們是學術人士 我是不懂得做生意 我不會去開創業 不會想著產品怎麼做 但如果這樣做 就一定會有別人幫你做 但譬如經過我在香港 做了科研或者轉化二十多年 我最後的結論 就是有時候這些東西是假手於人 你反而就沒辦法控制到 將來的產品 是否你開頭想這樣走 走的速度怎麼走 當然是自己做的最好 所以我覺得如果有能力有興趣 大學教授應該自己很慎重地想 是否由自己的初創公司去做產品 這裡牽涉了一個除了資金問題之外 就是一個正如你所說的心態和大學的機制 是否也要有些調整 有一位大學朋友上來說 他就說以前有財團 要發展某件事 走來找大學位要研究這件事 都未必是很多人很熱心 很有興趣 就所謂的撲斗 大家不太關心 姑且幫忙做一下 不會有一個 更加不會想著去做生意 現在這個氣候已經不是這樣 其實現在創科的氣氛 其實是… 我回了香港二十六年 是一個前所未有那麼刺熱 但是那個心態和準備是不同的 例如以前你出文章 那張文章就是你的結果 但如果你想開公司有產品的話 你就要有知識產權 要有專利權 但這些專利權的東西 不是說你突然間變出來的 你要是有全盤計劃 在你未出文章之前 未去國際會議說之前 就已經要做了 所以你是要神早準備定 還有你申請的東西 亦需要資源 所以你所說 大學的支持很重要 亦那個人的心態很重要 例如我在中文大學 我們其中有一件事 就是令到教授 會覺得那些知識產權是產權 就等於你的房子 或者你的車 是屬於你的東西 不是大學 就不敢是… 你只是一個… 好像是一個KPI那麼簡單 它根本是屬於你的 所以我們現在鼓勵 教授如果對自己的研究很有信心 不如你自己去支持 申請專利權 我們發覺那個反應也很好 即是現在大家都主動做這件事 沒錯 所以煮飯自己吃 還有煮飯要出去開餐廳是兩回事 沒錯 又或者甚至你說坐下來吃飯 你不知道要吃什麼 是廚師決定 那當然是我自己決定好一點 沒錯 即是自己能夠做回自己的事 正如一開始你說 為何要堅持自己的發展 就不是出來的東西 變成為他人所用 這不是我們想見到的情況 沒錯 而且你也提及過 大學的政策 其實現在的政策 還可以再優化 譬如有一件事 就是如果我們要出去做一些商品化的事 就有一個名稱叫做外國學習 即是我大學請我以外去做一些事 而很多大學會說 你星期一到星期五 就有一天可以做這件事 但他又管理你星期六星期日 都不可以做這些事 即是很奇怪 星期六星期日 我去睡覺 去做其他事就可以 但偏偏做 跟我們轉化香港科研有關的事 就不可以 所以那裡是其中一項需要優化的事 另一項需要優化的事 就是譬如有時候你有初創的公司 最初的技術是大學來的 那你當然是想開頭初創的公司的人 跟大學的研究隊伍 是大家拍著上 但現在根據香港UGC那些規矩 又沒有一條規矩 就算你用市值去租 我不可以在公司 在大學裡面租實驗室 來拍著去做 所以這些事是需要優化的 這個是 在我們現在說的政府的發展藍度 有沒有提及怎樣去解決這些問題 現在我們的藍途裡面 當然有些地方有觸碰 但有些地方也沒有觸碰 譬如我們在說那些 有很多我所說的一些項目 可能是藍途以外的一些細節 但當然有時候 我們大家都知道是魔鬼作為細節 就是那些細節 因為我們是前線的人 那可能我們就可以在藍途之下 就慢慢如果他們來諮詢我們 我們就會說原來這一點不行 那些不行 慢慢去改善 我們的起步 相對其他周邊的地方 可能我們會慢了一點 就是我們有創科局政府立局 都是不到十年的時間 現在要急起直追 特別國家發展的趨勢 就是不等人 就是你要快點 你要跳上車 是吧 說不說得及 就是我們這方面 比如包括人才 我們有底 我們跟外面的競爭等等 我們有否信心 就是能夠在藍途真的 付之實行 實現到呢 我是有信心的 的確我們開始是比較慢 譬如我們看看新加坡 它有一個叫A-Star的program 它有很多研究所 譬如我自己做DNA有關的事情 它有基因組的研究所 是很久以前都有 我們是比較新的 但是我們看這幾年 政府的確是投放了很多錢 在科技廠方面 可能超過大約1800億 我們看到有很多新的計劃 是前所未見的 譬如我記得我回到香港26年 最初回來 每個研究項目是說幾十萬 然後到創新科技基金出 1999年就說了幾百萬 到SARS之後就開始到可能幾千萬 但是最近香港這個創新香港 InnoHK的平台 現在是說幾億的 可能四到五億的 變成了我覺得在這個投資裡 我們是有個資源 有個能力 去跟全世界最有競爭力的團隊去競爭 這個可能是雙負雙城的 就是你沒有這樣的底氣 沒有這樣的實力 也都吸納不了其他更多的人才 是吧 就是幫你開一塊石 沒想到沒什麼人有這樣的動機 對外又有因 你覺得這裡很容易有機會成功 很容易出到新的創科的發明等等 那些人才會… 就是你的中心才有實力 是否這樣看 沒錯 因為我們就算… 一來如果我們這裡沒有大吸引力 人家如果比較我們這裡的措施 對我們一些競爭的城市的對手 他們是好我們 那他們很有機會會… 他們去了別的城市 例如新加坡 不來我們這裡 所以這一點很重要 第二當然他也想看看你這裡的… 有什麼的團隊在這裡 因為他是… 就是有一個… 我們叫做… Critical Mask 就是你不夠那個大的質量 你就不可以做到大的事 就是要說一下你那個… 底有多大 基礎有多雄厚 才產生那個吸引力 是嗎 是這樣的看法 沒錯 中國在… 就是我們作為中國的一份子 就是背靠這個內地 這一點可能對他… 比如新加坡來比 有些朋友跟我說 就是去新加坡 就是我看你好 你看我好 新加坡就很羨慕 就說你… 有一個這麼龐大的後盾在後面 這個是不是都是我們一個… 不可替代的優勢 沒錯 就是在一國兩制之下 有內地的一個強大的後盾 是比香港一個很獨特的地位 那尤其是現在說大灣區 那由我們750萬一個城市 到一個8000萬的地區 是完全不同說法的 譬如我們之前我也創過一月 我發覺如果你在750萬人的城市 你說想做一個獨角獸 其實市場是不可能夠大的 但如果8000萬 又不同說法 但當然如果你是說 有一個… 要過境的一些東西 也有些跟過境有關的措施 是需要優化的 例如我做研究 我是做一些跟DNA有關的東西 DNA是一個比較敏感的樣本 暫時沒有一個直接的措施 可以在內地運用DNA的樣本 或者DNA的數據過河 所以這件事 我希望可以在一個短期內 可以優化 令它更容易 因為如果我拿不到內地的樣本 數據 我們又是做750萬人 不是做8000萬人 好 先喝一杯茶 我們回去繼續聊天 歡迎繼續收看時事大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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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科學院盧玉明院長 盧玉院長 講來講去都是講產業 有沒有一個擔心 譬如說香港要做文化 文化的衛術交流中心 你本身沒有文化 你怎麼去做一個文化 只是人家外來的借來的 買來的做 砌出一個文化 這個不行的 所以我意思就是 當我們說創科產業的時候 要不要考慮結實 是同時要發展一個創科的社會 就是整個社會 它不是只是一個意識問題 就是說整個文化 譬如你這個城市 是不是一個智慧城市 如果你根本不是智慧城市 距離這個創科是很遠的話 也都不能夠達成 兩者是不是 這個藍圖其實都涵蓋的 我覺得是的 我覺得做得最好的地方 當然就是全民 都是有一定對科創的興趣 對科創的熱誠 尤其是我們的教育制度 要令到我們的下一代 是對科創 根本一出生就已經碰到科創 然後聽的是關於科創成功的一些故事 就算我小時候也是 我小時候是科學家 因為我讀中學有本《霸雷著》的書 裡面有很多出名的科學家的照片 我看完之後有學校的故事 接著我就說 別人做這些人 是的 我也想做這件事 所以我就希望我們整個系統都有這件事 當然如果要做得成功 是需要很多方面的努力 譬如就算在傳媒 在學校 各方面都要做 你講到這件事 我也知道現在中學都在做STEMP課程 但是印象 如果我覺得不合你的澄清 印象都是在物理化學方面比較多 例如院長你是做醫學那些 或者生物那些 我好像不覺得他們會有很多 可能中學的眼界都在看物理 那些方面的發明 會不會是有些偏費 我相信其實在生物學都有 也有 譬如說我自己做DNA診斷 其實我們的工作 在香港一些中學的書本裡 都有講的 而我自己或者我的同事 例如港科院同事 也很努力去不同中學 有講我們的工作 所以我… 尤其是你看看以往三年有COVID 又令到那些學生、年輕人 知道其實原來那個生命科學 原來對我們是超級重要的 你想想如果不是有這些生命科學家 我們未必有疫苗 可以出得那麼快 或者藥出得那麼快 這個未必是… 一定全部是絕對壞事 本身是提供一個機會和土壤給我們 沒錯 藍圖提出外面人很重要的指標 即GDP又要1%到5% 希望那些企業和3,000多間變成7,000間 那些數字是… 即是是否著實是有價值的 不是只用來給別人看 不會這樣 我想那些數字是讓我們看到 政府的決心 其實那些東西不是說小收小補 而是說英文叫做Quantum Jump 或是Exponential Jump 所以即是說 如果我們要計劃這些東西 想做科學家、想做創業 就要考慮大 要考慮是怎樣令到我們這個地方 是可以有一些轉變世界的科技 轉變世界的公司 我們可能不是太著重做一些 宣傳、推廣、介紹的情況 公眾的感覺就是 創科藍圖說 科學員,什麼時候建立好 在多少個單位 甚至有些人有個擔心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GDP1%、5% 那個計法 有些計法就會將這些 投放在基建的這些預算 都放進去的話 其實這個不一定是對的 不一定這樣做 我們現在說應該實打實 就是你那個產出 造成的創造的財富 在那裡去看 是 如果以我看一個公平的方法就是說 如果我現在的情形 我現在當作基礎 如果根據我們藍圖 要多久之後要重複或重複 那個實數是用現在的基數 讓我們看到 而不是說一些運算 一些計算的一些計算 不是做數 不是做數出來的嗎 但我相信我們應該 我覺得整個城市都應該是這樣想的 因為我們大家 這個是為我們的將來 為我們國家的將來而想的 如果你說多少千間企業 多少千間企業呢 有人就說 可能不及得有十個獨角獸 那是否這樣的情況呢 就是我們有數量 真的有數量 但是可能能夠起到一個 大牽頭的作用 起到一個 或者你剛才說的 一個質的變化 會不會是有些重點經營 有一些獨角獸出來 有幾個 十個可能已經是 作用是更加大 其實我的看法就是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一個統計學 即是你不可能有一個系統 只會出獨角獸 你一定是 基本上一般地 出了很多高質量的公司 然後裡面有些公司 在你栽培之下 會變成獨角獸 所以我覺得其實 有獨角獸出現 只是一個標記 就是一個標記 就是告訴你 是油 即是等於你看到花 你看到一棵花很漂亮 即是天氣開始回暖 不表示只是出花 草或其他東西都是會好的 就是可以這麼說 沒有數量就沒有質量 沒錯 你有這麼長的底 你才可能有些尖端的出來 會有這樣的情況 沒錯 從進度來說 現在用十年做一個期限去做 第一 十年跟現在國家的十四五規劃所做的速度 跟不跟得上 即是配不配不配 第二個就是我們自己 你覺得我們要十年之內 做到這個結果的機會 或者信心有多少呢 我覺得其實十年是一個對的看法 當然我們國家是每五年 有一個計劃出來 但還可以的 即是沒有違反 因為現在我們十四五 是指定香港是做一個國際創科中心 我們現在也香港有這個藍圖 即是大家都是起跑同一時間 我們知道我們想做些甚麼 但十年最重要的就是 因為有些東西 你不可以說 over night就已經轉到 即是我告訴你 我兩年之後 我以後某些東西出到來 尤其是在我的領域 譬如說生命科技 根本沒可能是十年是對的 即是告訴你 其實我們那個願景的投資 是一個長遠的投資 那我就會看看 譬如在我們一些重要的東西 會有甚麼發生 譬如我們正在說一些重要的投資 譬如說InnoHK 政府投到100億下去 究竟支持了28個實驗室 究竟那些實驗室之後會怎樣 譬如說第一期的五年 那個支持完了 之後是否有一個輪選的方法 令到之後又會再有另外一些 譬如我看到 之前有說過 政府有一個一家的計劃 令到產學員一家 即是好像是比較在下廣 即是說你在大學發明的東西出來 現在我要看產品了 我想看看那裡做出來又會怎樣 譬如我們正在說那些數據 那些樣本那些東西 我當然希望不是說十年才看到 我最好是希望頭兩年我已經看到 之後那八年 我們可以利用那些數據的樣本 去做一些重要的東西 還有另外一些 我們都沒有提到 例如你要做初創公司 人家就會問你 那你的知識產權怎樣 那我們那個知識產權制度 有沒有優化呢 因為現在暫時說 如果內地所批准的專利權 香港就自動批准 但就沒有反過來 即是不會說香港批准的專利權 內地不一定可以自動批准 沒錯 我之前有看過 他有個計劃 就是說有部分合符資格的香港知識產權 在內地可以快速 但我暫時不知道那個細節 我想知道這件事 對於我們香港業界有多大幫助 第三點 就是譬如內地有某些領域 像我擔心測試 如果不是內地居民 不可以直接去內地開公司 但如果香港真的要做到一個創科中心 照計香港市民 如果直接開在譬如大灣區 開到那些高科技公司 也其實應該是很合理 我希望這些可以在十年的頭幾年 就已經可以剩下 即是你好像種種子 你要搞定那個土壤 你下了肥料 有了水 然後你才等下去 你不可能說立即有修成 沒錯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也都認了 現在很多人流行的一個說法 就是說 很多大的 叫做什麼叫做 大門開了 小門還沒開 即是剛才你說的魔鬼在細節 去到譬如香港知識產權 或者大灣區 香港要在那裡 能夠擴展那些科技的發展 是有很多具體問題還需要疏離 沒錯 所以為什麼在藍圖的紅材大略 還要加上我們前線人員 可能給予一些資料 加上才會成功的 對了 好了 回到最初這個 就是你要只要把我感覺到的空間 那個問題 嗯 怎樣體現到那些空間 是感覺到 還有就是那些細門 如何逐個逐個開細門 是在政府的層面去做 還是不是 在我們專業的前線角度去做 政府配合 還是怎樣 那個怎樣體現 那個過程呢 我覺得其實真的需要一個溝通 變成好像通過今天這樣的對白 希望會令到政府的高層 也會聽到這些聲音 當然我們也希望有別的渠道 可以更加直接地說 為什麼譬如說我們港科院 或者其他一些機構 例如大學等等 也希望會跟政府大家傾著 來改進 因為時間 時間正在按鈕 一定要越快越好 很感謝盧院長今天跟我們聊天 謝謝主持 時事大播解 下回分解